你听到的 都是她嘴硬说出来的话 而且这话你就听到了一半 这些话你敢不敢当着她的面说 当然 我也想对她好 等一切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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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直都很后悔跟你说的那些蠢话 除了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在孩子还要爷爷面前 我们好好演戏之外 也不用再做其他的事情 宋浩宇她就是白掌了一张嘴 不过她已经在努力弥补之前对你的伤害了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吗 嗯 嗯 我知道了 你要是去了别的商场 我反而还看不到你了 究竟该不该相信自己的感受呢 也许这些关心和在乎都不是我的错觉 宋浩宇 宋浩宇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男人的满足来自于退出 如果不被失求 成功于万幸死亡 现在思乐也算在繁衣工作了 他还能有哪些需求呢 宋总 之前推荐会搭建的工程费用 已经审计完毕了 但是现在有一笔款迟迟没有发放 市场部和财务部相互推诿 所以我来找您公布一下 为什么工人劳务拨款流程到现在没有走完 本来这笔费用是规划在市场部的经费里 可是由于器材租赁公司那边 没有及时把保证金返还到财务部 所以他们无法推进下一个流程 让市场部立刻给器材租赁公司发催款案 好 贺谦 这两天齐斯乐在凡衣那里 工作顺利吗 目前看起来还是挺顺利的 不过 吴店长说 夫人她这几天心不在焉的 像是单相思一样 单相思 说是夫人有事没事就一直在擦东西 又经常在发呆叹气 如果真的是单相思 那夫人她肯定是在想您 想我 没其他事的话我先去忙 记得崔凯凯啊 好嘞 看来我还没有满心死亡嘛 不行 太想我啊一想到工作就不好 为了她好还是去找找她吧 哎 知道了又能怎样 好与不倾口说出来 我们的关系也没法有所改善 有心事 说给姐姐听吧 哎呀你不告诉店长也可以告诉我 真的没事 哎 斯乐有人找 这款是十八K玫瑰金钻石项链 它主打的就是中间这颗稀有的钻石 我觉得这套不错啊 这套也太贵了 建议你买个马里套 我买贵的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斯乐 店长稍等一下我这边马上啊 可你是我朋友啊 你来帮我充业劲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没事就这套吧 不行啊你再看看 是她 是她 她总在这儿 真的没有这个 你怎么来了 我还在工作 有什么事吃午饭的时候再说话 我就是来找我太太吃午饭的啊 你好我是宋浩宇 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跟KL亚太区品牌执行官 请总见面 幸会啊 最近这么频繁来我们茂林 看来是早就关注我了 这么看来宋总也经常关注我呀 我只是关注我的太太 您的确需要多关注一下斯乐 毕竟娶到这么好的太太 证明宋总你的运气不错 是 我运气是挺不错的 不然我们婚姻也不会这么幸福 我和斯乐也不会这么相爱 对了宋总 上一次草草挂断了你的电话 还是很抱歉 我今天过来不谈公事 老婆 走吧吃饭去 我还没下班呢 我还在工作 当然是跟老公吃饭最重要了 可是我这肯定要管呢 吴店长 我们先走了 走了 秦天 店长 您帮我照顾一下我朋友 好的 秦天我在远远发消息啊 跟老妈走 秦先生 吴助理 中立 入口袒啊 您就当 您就当忘记了吧 您的下家 我已经给您找到了 我会儿亏待你的 凝的太急了休慢用 谢谢 吃吧 对了 你跟那个晴天怎么认识啊 第一次带晨晨去集市摆地餐的时候认识吧 当时还是她帮我找到了晨晨 说起来认识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 没想吃的时候 怎么了 没什么 她不会是误会了 再吃醋吧 我明天要去凡衣买东西 买什么 我那个 和作伙伴过生日 要买一件生日礼物 你不是上班吗 你来接待我吧 不行 凡衣那么贵 你这样帮我充业绩 等于花了咱们自己家的钱 多不划算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买礼物嘛 没必要那么贵 心意到就行了 没关系啊 反正凡衣赚的钱也要经过茂林的 这样算下来也不算浪费啊 那也不行 你帮我充业绩等于作弊 那为什么刚刚那个男人就可以 我就不行了 你们俩那一样嘛 我吃饱了 你都没怎么吃你就吃饱了 我不饿啊 我还有会 先走了 单记得买一下 你让我买单 你带我来这么贵的地方 浪费 服务员 打包 什么意思呢 不一样 我跟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得对啊 他对我的态度为什么一会儿一个样呢 你今天怎么来了 我最近总失眠 我对他掏心掏肺 他就狠心见他 可他还是在我脑海 挥之不去 我跟他表白说了很多肉麻的话 你知道我帮他过身有多用心吗 我把心掏出来 他给我出身筛子 不 不领情 斯勒为什么也不领情啊 原本是要来找你的 不过我找到了这本书 挺有意思 我 你还看这种书啊 和亲的 落车了 难道这本书里面 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很有用的吗 不然你看这句啊 女人的感情就像起伏的波浪线 此时她不需要建议 更需要的是陪伴和倾听 这么说我得主动一些 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 浩宇啊 我想问你个事 你说 你跟秦天之前就认识吗 怎么穿起踏 我就是想 之前的沙发呢 我睡觉翻来覆去的就是坏了 我睡觉翻来覆去的就是坏了 那怎么睡啊 不合适吧 那 怎么办 这就合适了 好 此时她最需要的是有人能陪伴她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倾听她的诉说 同情她的遭遇 齐斯洛 我们聊聊吧 那要什么 我不反对你工作 但我要待在反应 为什么 因为同楼齐 不只是因为她 还有 还有什么 这次有点难事 不省这两天要做清淡点 这两天怎么做这么辣 真吃醋啊 什么时候该吃的 我 认识 她不说出心理物 我就不能给她主动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紧完成我的销售额 这么顺利都是托你的福 不是吗 很快他就再露不出 那虚假的笑容了对不对 不出两天 都要开始了 季思乐 你怎么来了 下班时间当然是接你回家 我还没有下班啊 不是 我差一点就能达到转正的营业额了 我刚和吴店长申请了 我要加班到晚上九点多呢 真的不需要帮忙吗 需要 那 那你可不可以今天早点回家陪陪孩子 行 我怎么这么倔呢 我也不是倔 当初我说要出来工作的时候 萱萱和晨晨他们很支持我 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 妈妈也可以像爸爸一样 独当一面 那我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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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的可乐给我玩一下 我就会 宋星辰 宋星辰 安静一下 爸爸 妈妈呢 妈妈 工作呢 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睡觉前就会回来 那我们什么时候睡觉 对 你们该睡觉了 现在我们就去睡觉 不困 好 爸爸 我也想要哥哥 那种的恐龙你给我买好不好 买东西 就这套了 我不在 今天不会去帮她开单吧 爸爸 你给我买 好 爸爸明天给你买啊 来 程程 你买你的恐龙 给妹妹先玩一下 来来来 小师傅 你怎么会回来啊 这才八点 我就会给妈咱下来呢 我跟他走 什么时候 来 带你走 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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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子洛 来 来 来 孩子们 喝牛奶 把她在床单上砸的全部都是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这种毒神啊 我再该准机会呢 我过来 那 喂 这小男孩 走啊 走啊 感觉到越来越冷 四周越来越黑 回头一看 发现来的路都不见了 爸爸 我有点怕 萱萱怕什么呀 怎么了 齐斯洛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萱萱怕了睡不着觉 萱萱 给你妈叫 妈妈 我好怕 听见了没有啊 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啊 好好好 我马上回去 快点 我可以 你不要 我最后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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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手放在救手里 我就不会 之前 是 你怎么这么有安全感呢 太舒服了 回来了 给我的 葫芦助名 谢谢 是呀 想起你温柔 细腻又呼吸 不觉得 沾满心底 怀抱身心 迷你不停 却拥抱你要蜿蜒多远的距离 你和你都都走着远的远的远远 原来你早已经是我 遥不开的四季 爱你 我不能停止你 把我梦冲见你 全都唱着你提我 你明晚还会这么晚回来吗 不知道 干嘛要什么拼啊 我都想说给他 我虽然看到你 你睡着吗 你睡着我 我看你吗 你睡着了 我走着我们 我睡着吧 我睡去 你睡着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发出去了吧 咱们钱到现在还没有到 市场部传回的消息是的确已经发出去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工人来闹事 暴零商场欠我们工钱 这么大个商场连十几万都不愿意给 具体的原因到时候再查吧 现在先让财务开启紧急通道 先把工人的钱接了 好 师傅发生什么呢 这是老板啊之前搞什么破坏 找我们的装盘啊 很多在这儿啊 很多啊 完了就少赖 这都多长时间了 一分钱没给 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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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了 宋总那里出事的媒体都来了 滚出来 滚出来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听我说 听我说 你们是暴零的错号影约 大家的风险 财务定在审批了 你这么大个老板还用审批 你们大多数就是黑心 不管我们死活 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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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干吗呀 各位大哥 你们先冷静一下 谁啊 我是他的妻子 我最了解他 他是一个最懂得什么叫 责任心的男人 所以这其中一定误会 你们先冷静一下 你给女人多个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宋总 卫青 报警 我来跟我报警出了 怎么行 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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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吴助理 你怎么把事情搞这么大 还叫了汽车 你这活怎么收场 你本来就不需要收场啊 新公司在向你招手 你这个人做事真不讲规矩 我这个人做事 一向都不讲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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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做事 疼吗 你是不是傻 刚刚那么危险 就这么直接冲进来了 你是不是傻 刚刚那么危险 我没有挂你的意思 我没有挂你的意思 我只是 怕你受伤 你看 我这么大的个子 就算动起手来 未必也会吃灰 你一个女孩子这么瘦 还喊着要保护我 我 我也不想那样 可是我 我知道 我就是忍不住 你 你 没有 有关于你的 我明明执着 想有开种子 在心里等着结果 也后知后觉 确定每次当你不在我就失落 如果有可能 让我和你从路远变做我们 一日三才有你在残酸 事不胜 爱不用责舍 只有你 宋总 太太 你们有需要吗 那我就先走了 处理得怎么样了 资金刚刚批复下来 劳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就好 联系法务部 对季财租赁公司进行追责吧 其实 刚刚我已经联系了季财租赁公司 他们没有收到催款函 所以按照合同约定 他们没有违约 不接受追责 没有收到催款函 我跟市场部总监已经核实过了 催款函的事情又无助理代劳 可是他忽略了 所以 的确没有发动 安安国进行追责吧 他已经主动离职了 而且市场部总监那边 也已经递交了辞呈 态度很坚决 主动离职 这件事有蹊跷 到时候好好调查一下 现在舆论怎么说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网络上也已经开始发酵了 我们现在 马上让公安部发表声明 好 我最了解他 他是一个最懂得 什么叫责任心的男人 所以这其中一定误会 你们先冷静一下 所以 宋总就是这样受伤的 嗯 知道了 那您不去慰问一下 这不是有人管吗 我跟着操什么心啊 当我这个棋丝乐 让我管我们相看 童总 那 以后有关于孙浩宇的事情 除了工作 其他的都不用告诉我 小心 艾菲 你慢点 你没事吧你 我 我看见视频了 你受伤了没有 你可吓死我了 我没事 没事 你看我这胳膊腿不挺好的吗 你真的要吓死我了 妹夫呢 妹夫也没事吧 没事 你当时为什么会在茂林啊 还有你这衣服啊 为什么穿这衣服啊 我跟你说你又忘了是不是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 我去应聘销售了吗 对对对 所以啊 看看我 我现在在茂林的珠宝店上班啦 你说你放着好好董事长夫人不干 非要给自己找罪手 我有多喜欢珠宝行业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我当然要抓住了 再说了 这销售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 行吧 你想干的事咱就去干 但是你要在店里被人欺负了 立刻扣我 看我怎么死的 还是你最好 怎么能对我这么走心呢 我当然对你走心 我仔细琢磨了很久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我对你走心了 发什么呆啊 想什么呆啊 想什么呆 没什么就是 有件事吧 还没来着告诉你 什么事啊 郝俊 他跟我表白了 这事啊 我早就知道了 他还送了我二十八个生日礼物 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又病不他 故意的应该不能吧 不过我猜他估计 都不知道自己踩雷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感觉 他应该是很喜欢你了 你这个答案 是从哪里分析出来的 你怕不是个恋爱脑吧 我看你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不过我挺亲密的 不 亲密不等于喜欢 你就是太单纯了 根本不了解男人 这男人呢 但凡看见一个女的 当然不错 这气氛呢又轰到那了 他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至于是不是真的喜欢 你不通过观察跟试探 根本就确定不了 反正我也不想跟你考证 再有什么瓜葛 他喜不喜欢我 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万丈 好 是吧 仰头四十五度 要对它表现出崇拜的目光 你看这个 一 二 三 四 五 五秒对视法则 干嘛呀 这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它对我的感情 这方式 等等 要搞这么大阵仗吗 休久休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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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思乐 准备侧头四十五度 眼神向上 小子 你这样还干吗呀 公司的事处理完了吗 什么味道啊 要表现出崇拜的目光 我就知道谈不倒你 你在说什么 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妈 你喝酒了 我还点点 你本来就不能喝酒 干吗喝酒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对视定律过后 就要用言语暗示两个人 亲密身权 什么对视定律啊 这是我心里的话 你怎么知道 饭头这叫 心有灵犀 心有灵犀 不能喝酒就别喝光了 你怎么喝酒 你怎么喝酒 我给你喝酒 你怎么喝酒 你要喝酒 你来 喝酒 来 吃喝酒 哪儿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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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酒 干吗 知道啊 我要是不这么做 我怎么知道 你喜不喜欢我 好 我喜欢你 你 你喜欢我吗 这四个 你喜欢 妈妈 我们是第二人了 妈妈还在睡觉 不要打扰她 我们去超幼儿园啊 妈妈 这四个 你 知道我平台干吗 我喜欢 你 你喜欢我 我真说了 就真不是个好东西 怎么办 她用发脾气来保护自己 代表她很脆弱 却拧巴却在意 可是我该怎么重新跟她表白眼 倩倩 晨晨 早安 快来吧 我们准备上课了啊 收拾一下去吧 宝贝 不是说约公司了吗 怎么约这了 宋总 你想让我加入茂林 不得多了解了解我 你吃东西的口味 跟一个人很像 是吗 是思乐吗 晴天 宋总 咱们迷人不说暗话 你应该相信您的太太 你也应该相信你自己 况且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我从来就不是你的敌人 老板 帮我拿一碗跟她一样吧 好嘞 谢谢 今早法务给你发的入职合同 你看了吗 看了 还携带了KL品牌入住的条款 以你的资历 搞定KL的业绩应该不难 但怎么让KL与其他的品牌 共赢的同时 吸引更多大品牌入住 这就需要你费点心思了 宋总 你是想把我身边所有的资源 都给搜刮干净了 你可真是个生意人 来 尝尝 你刚说了那句话 我暂且相信你一次 哪句啊 宋总 你放心 我做事 一向很守规矩 好 我有个表弟三十岁 要不介绍你们俩 认识认识 不好意思表姐 我比较喜欢弟弟 弟 老师我不想吃青菜 我想吃肉 蔬菜多好吃啊 绿绿的 老师呢也最喜欢吃蔬菜了 别老单吃我冰线了嘛 我要买装备我要钱 听懂了吗我缺钱 喜欢绿色 而且喜欢弟弟 还缺钱 陈陈 好用的 你找谁 请问黎星在吗 黎星老师有人找 谁找我啊 姐姐 你干吗 试试你姐啊 花 蛋糕 眼影 还有口红 也是绿色的 很难买的哦 姐姐喜欢吗 你能好好试试啊 对了 如果姐姐不喜欢 现在的工作也可以迟了 什么 我可以陪姐姐找工作 我 宋星辰 你不喜欢绿色啊 我 小孩子讲的话你也信啊 你真是 其实上次之后 我本来打算再也不来找你了 但我办不到 我闭上眼睛是你 睁开眼睛想的还是你 我控制不住自己想你 我知道你觉得我这个人不靠谱 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 可以让我变成这样 我对你是认真的 黎星 黎星 我摸不透你 但我可以学 黎星 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好不好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我对爱情过敏行不行啊 早点回去吧 看的出来 好 看得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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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好 我都明白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忘了 那个渣男呢 他已经是过去式了 你为什么总跟过去 过不去啊 这不给自己着赌呢吗 他回不回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晨晨亲妈回来了 宋浩宇曾经爱过的人 他会无动于衷吗 会吗 子朗 我只是刚刚想到 你能得到的例子 没事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我出话不过脑子的 没事 没事啊 我呢 就是想让你明白 当下拥有的 还是实实在在的 我相信浩宇 相信你 你不別接受 我一不承受 你不然 我给你 我给你 我都肯定了 你也要不承受 你不承受 你不承受 你也要不承受 你也要不承受 我就是你 你不要承受 你不承受 你还不承受 看得清吗 不行啊 还是先想办法解决昨天晚上的事吧 浩宇啊 那个 我这个人一喝多就喜欢到处跟你表白 你不要放在心上了 我真是想黑死自己吗 不行 死了 你昨晚 昨晚我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好吧 那我们睡觉吧 等等 那咱们聊聊呗 好啊 虽然我不记得了 但你应该记得吧 那去啊 我昨天晚上是不是问问你一个问题啊 哪个问题啊 昊宇啊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 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跟我结婚啊 你可以告诉我吗 如果你们能成为合法夫妻 孩子顺理成章回到宋家 这样后面离婚再争夺抚养权就行了 是吗 死了 我当初跟你结婚 跟你结婚 可能是因为我 我 你出去多客气 你先睡啊 我只是 我只是 成为拒绝了吧 难道我在她心里 真的只是一个好妈妈 嗯 天长 怎么了 最近总是在发呆 之前那个充满干劲的思乐呢 嗯 打起精神来 我跟你说 余小姐十分钟后到 说是那枚原石戒指到了 好像不太满意 余小姐 您来了 正好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 稍等 这原石呢是不错 可这带面是圆形的 镶嵌的款式围绕一周 更是没什么对比感 很鸡肋啊 好的原石 确实应该搭配简单的镶嵌 看来你也认同 现在的镶嵌不太好看 来 你坐下 那你说说看 怎么镶嵌才更合适啊 如果把圆钻改为红玛瑙 再把扣头的装饰改成 新国风祥云 也许能更有气质 浑然一体 对啊 这样修改好像更有特点啊 行 那就按照你说的 修改一下镶嵌吧 啊 啊 什么啊 如果戒指镶嵌成这样 我是不会买单的 啊 您稍等一下 我问一下 电厂 咱们可以去申请一下修改吗 不可以 反映的每一个设计师 都有自己的风格 怎么可能修改别人的作品 那那你来了 那如果让原来的设计师来修改呢 自己推翻自己的设计 你怎么想的 如果余小姐真的有需要 可以为她私人定制人 明白吗 不过这样的话 就不算是你开的单了 打扰了 秦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是茂林商场现任市场部的总监 秦天 来例行检查各个门店的经营情况 秦总 来 坐 不用了 佟总 您好 初次见面啊 市场部总监 不会是宋浩宇叫你来的吧 他可真有羡慕功夫 佟总这么大火气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齐斯勒居然想让原设计师反攻修改作品 我们反应没有这个心 我觉得可以让齐斯勒试试啊 我见过你的设计 而且你平时也自己做饰品 手艺一定没有荒废 所以我对你有信心 齐斯勒 这个可是三百六十万的饰品 你敢碰吗 妈妈想出去找工作 妈妈想出去找工作 你们觉得行不想 妈妈 陈姐姐姐姐妹妹 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 妈妈也可以像爸爸一样 独当一面 我可以试试 你就别逞强吧 今天是你试用期最后一天 再打烊之前完成 如果我完成这一单 我就能正式成为反应的员工 既然没有退路 那就试试吧 我说乐奇 如果真的能改 你倒是能从我兜里 掏走不少钱呢 加油 加油 好 你可以改 但我这里没有手势加工台 自己想办法 干嘛 先走一步 吴店长 时间准时关店 佟总 慢走 佟总 宋总 吴店长刚刚来电话 说您太太接受了 为余小姐修改手势的任务 如果成功的话 应该就给完成业绩入职了 挺好的 只是佟总现在不愿意接 能够修改手势的设备 我记得在B区 有一间手势加工室吧 是有 只是很久没有人用了 现在锁着呢 那还不赶紧让后勤 把钥匙找出来 好 等一下 找到钥匙之后 直接给吴店长吧 吴店长 不直接给太太吗 对 给吴店长 jed 小邹区 年度 小邹匙 儿子 小邹匙 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我知道了 亲爱的布克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营业时间 还剩十分钟 请您抓紧时间 挑选好您所需的商品 及时结账 同时 不要遗忘随身携带的物品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将认真地总结今天 努力做好明天 欢迎您再次光明天 我看那个齐四乐 这会儿八成是赌敷了 没意思 余小姐 你们别着急 我看应该快了 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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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你 你 满不满意 你吓死我了 对不起 你这 不好意思 齐四乐 哎 你这怎么 真有红马脑啊 对不起啊余小姐 我是想着 红马脑它可能更加的 提色 嗯 红马脑更加提色 这样太好看了吧 可以可以 弄着干什么呀 赶紧买单了 好的 姐姐 一会儿就下班了 你傻这儿干什么呀 你傻这儿干什么呀 这单我都买了 提成还不都是你的呀 这还不谢谢我呀 谢谢你 谢谢你啊余小姐 我真的 我都担心死了 我还怕您会不满意呢 哎呀 说吴店长 这会儿齐四乐 应该升正式眼光了吧 是啊 你们这是等什么呢 等我走了之后再庆祝吗 啊 许四乐 恭喜你成为凡亿的正式员工 谢谢店长 谢谢 应该的 谢谢余小姐 喂 佟总 我看到店长了 实话告诉我 是不是宋浩宇买的单 不是 是余小姐满意才买单的 你让他解 佟总 齐四乐 你干嘛这么拼啊 算会给他不养你的吗 我只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并且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不劳您在心 夫妻 你成心给我添堵的是吧 是佟总 您非要迎战吧 庆祝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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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 他的经文早就关上了 嫁给他你是自讨苦吃 挂 不用管他 别放在心上啊 就这 合着我花了这么多钱 就看这些戏啊 得了 这儿怼人的功夫啊 以后我教你 走了 余秀姐慢走 欢迎下午光临 终于教人我们了 这个太漂亮了 我跟你说 谢谢大家 喂 怎么样了 宋总 刚才吴定长来电话 说夫人成功了 好 太好了 那您待会儿 是不是要跟夫人去吃个饭 庆祝一下 需要你操心吗 您好 帮我定个包间 两位 我和我的太太 谢谢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居然连问都不问我一次 齐斯乐 你吓死我了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你干吗捧个脸啊 没有 怎么了 正式聘用合同 你看 还有这么多提成 今天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的鼓励 我真的不敢接下 这么大的修改任务 你说吧 我该怎么感谢你 在心里久了 最后想说也说不出口了 怎么突然伤感了啊 你也有什么苦恼吗 齐斯乐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回家等我吗 你知不知道 我在茂林外面等你等了多久啊 我怎么会知道 你又没有跟我说 你不是说过你很守规矩吗 宋总 我想你误会了 最好是 你当晚上也是跟别人男人吃夜宵 你觉得合适吗 我原本就想请他吃饭来着 只是今天时间刚好有点晚 你是我的妻子 你为什么走到那儿走那么近啊 你能不能别再说这种让我误会的话 误会什么 你在吃醋吗 吃醋 这个词不适合我 那什么词适合你啊 忽冷忽热 阴晴不定 还是欲言又止 几次乱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特意去接你下班 是想要跟你 特意接我下班 丈夫接妻子下班 对别人来说是常事 可我呢 居然觉得有些惊讶 这是为什么 不如我们干脆把话说明白吧 好吗 什么话 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奇怪 对吗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我对你充满感激 一心以为你是喜欢我的 就算没有喜欢 至少也是有好感的吧 但后来我发现 是我误会了 再后来 你对我爸妈许下承诺 你对我萱萱又那么好 我真的是很努力很努力地想要去走进你 可你给我的回应依然是冷漠 思乐 别这样 你又来 你总是会对我做一些很亲密的举动 却又让我觉得你的心离我很远 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有人和我说过 你的心早就关上了 那是谁 谁来过 你在胡说什么 那个人 是晨晨的生物吗 你不想提他 你不想提他 我只想要一个答案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我才都在你眼中 我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我也想要有什么 我知道了 情动 情动 李星铃到底有没有我 你那酒量就别这么喝 迪安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 怎么了这是 先说事 到底什么情况啊 这么反正吗 我现在脑子很乱 几次了 我早知道 你跟他结婚这件事有问题 可能这件事情 从一开始 我都做错了 我要是早知道 你跟他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宣宣我 算了 别看说什么也没用 我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做错了 但是最近 我越来越在乎这段婚姻了 恭喜你 奥远 恭喜我 你爱上他 以前你还会说我们是在演戏 但现在 你问你对我的感觉 你就成哑巴了 其实我 这是想要你的一个答案罢了 难道这一次又是我自作多情了吗 你在害怕 怕他知道了真相会离开你 所以你沉默 现在你只能好好忏悔 好好想想是怎么弄成 今天这个局面 从现在开始改变 用你一生的疼爱 去弥补你做错的事 你书都白看了 想想他对你有多重要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向齐斯勒表达你的在乎 只有说出来的话 才能传达到对方心里 去看你 杜莎 一会儿把我这西装外套拿去干洗一下 好 杜莎 杜总 撕落的衣服呢 今天一大早他就走了 戴了几件衣服 走了 他说去栗山击败亲人了 他走的时候啊 我看他的眼睛有点肿 你们小两口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事 您先去忙吧 好 您好 您拨掉的用户暂时无法跌脱 不是 跟爷爷说一声 我陪斯勒去栗山了 我陪斯勒去栗山了 这信号怎么这么长啊 这怎么样 怎么又封路了 一下也就封路 您好 请问一下 您知不知道哪里还有别的路 可以上山 我当时知道条小路 就是路一点难走 可不可以麻烦您 带我过去一下 行 那你跟我走吧 好好 走 真是太谢谢你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多亏你熟路 多亏你熟路 不然我真的得走好多湾路 来 拿着 不用客气 来 谢谢 谢谢 来 往这边去 您也喜欢登山 来 谈不上喜欢 我老家在这附近 所以每年都会来一次 你呢 我跟我哥们常来 这个周他忙 所以我自己来了就 好 好 这样 对 抱着什么 来 我帮你呗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 谢谢 没事 问你个私人的问题啊 您说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我就单纯觉得 您长得挺好看 谢谢 我结婚了 我有老公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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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没事了 没事 走 你松开 干吗呀 我没事了 谢谢 都是年轻人 出来玩不要那么苦玩 你松开 感动我老婆 你没事吧 没事了 你谁啊 她老公 还真有伴啊 弄死你 来 齐斯了 你那个什么传言桥 还要多远啊 一个小时吧 走不动了 那一会儿经过那个百度车 你坐车吧 那不行 我之前说过啊 要两个人一起走到山上 才可以一起开风景 我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花了一觉而已 你还是坐车吧 没关系吧 你穿这个鞋 本来就不好登山 万一扭上了呢 你干吗那么激动啊 我激动了吗 齐斯了 你别走那么快啊 来 练下 不用 出门的时候 杜婶给我拿了些喝的 还有面包 晓晓 你说的传言桥 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哎 哎 那里很美的 啊 那里很美 那个地方 充满着我和姐姐的回忆 我记得小时候姐姐带着我 也是要走一整天的路 她还会在我的包里 给我装一些爸妈不给我吃的零食 哈哈 而传言桥呢 是我们老家的民俗 只要站在桥中央说话 山谷就会帮你把话传到你思念的那个人的心里 可是你说的话不能是谎话 要不然 她就不能帮你把话带到了 每到清明的时候 我都会来这儿 因为山谷 会帮我把话传到姐姐心里 只有说出来的话 才能传达到对方心里 越是说不出口 就感觉 你离我越远 就好像 你一直在前进 我就在 原地踏步 好 你要是害怕的话 在这儿等我吧 我想去前面跟我姐姐单独说说话 思乐 我是乐乐 我来看你了 姐姐 你放心 我和萱萱都过得很好 萱萱做手术了 很成功 现在她是一个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孩子 我好想你啊 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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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在干嘛呢 不行 我都被拒绝两次了 我要一选前耻 我要让他知道 我好军事多有行情的男人 宝贝们喝起来 看有海淳 记住那些该记住的 忘记那些不该牵绊的重启人生 幼稚 跟男人出去喝酒是吧 行 好硬 喂 哥们 你那儿有没有特别嗨的 酒吧视频啊 你还好吗 累了吧 有点啊 好 我体力还有一些 我 你累吗 我累了 我没有体力了 我想睡了 那我给你按个膜吧 来 按按说不定就不累了 好痛 你轻点 那我轻点 要不我帮你按吧 妈妈 哎 你听 谁啊 快出来 快出来帮忙 水太大了 屋子里都进水了 睡不了了 你去看看吧 我真服了 什么房子啊 怎么 还能被水淹了 这整个地板都被水淹了 我找个东西把门堵一下 真进水啊 这样行吗 这样行吗 这衣服全湿了 全完了 你笑什么 大山里 就算手机不进水 也没有信号啊 进水 等会儿啊 嗯 什么鬼地方 别睡着了 我不在 居然敢诉罪 想让哪个弟弟把你带回去 兄弟们图继续传起来 不要停 大姐 我们都还乱夜了 早就散了 没土了 再整一点嘛 整一点整一点 你钱的照片也可以 随便给我发一点过来 那一张反人的机票 越快越好 我要现在立刻马上 晚一秒都不行 你想让我头上长青青草吗 混蛋 是不是你之前跟我说 要跟我好好的 现在你就 在那边比我浪是不是 不怪你 一宿我都没有睡觉 烦死了 这么脏怎么见你爸妈呀 你没事 爸 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啊 妈 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呀 老七 老七 爸 爸 你 你俩这是干啥了这是 没事 回来了路上下了长雨就 赶紧把包给我 快去洗一洗 把这衣服都换了 好 妈妈给我们做点好吃的 这 这就知道吃吃看 造得跟泥猴儿似的 这俩子吃吃吃看 看你身上脏的 你以为你很干净吗 可能你很干净 一会儿 一会儿 你先洗 你先洗 你先 那要不然 你想什么啊 我觉得挺好的 好什么好 你在哪儿 我 我 我在朋友家呢 李星 你出来我们谈谈 一起吃个饭吧 我最近挺忙的 不过可以看在 你是我妹夫的兄弟这层关系上 给你个面子吧 我发你地址 挂了 这回思乐和浩宇来啊 得让他们多住几天呢 对啊 你给他们多做点好菜啊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哥 老子 姐夫 姐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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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思乐和浩宇回来了 我就怎么给他们做饭呢 你们来得不太巧吧 侄女婿来了 你巧着呢 我们正需要侄女婿呢 对对对 好 好 你笑什么 没什么 你到底笑什么 我就是笑 没想到你穿我爸的衣服 还这么好看 昨晚上你等我睡觉 你怎么自己先睡啊 快 大白天呢 嗯 宾宾还有呢 我马上回 浩宇啊 来 啊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西庄镇的辣椒酱工艺流程 朴实无法 甚至不需要熟煮烹饭 若以人情世故来看食材的相逢 西庄镇的辣椒酱 是让人孝觉的天作之和 是令人动容的邂逅偶遗 更是相逢着家庭的幸福 与和谐 算切了啊 加油 加油 二胡 这边行 刘也累了 哎呀 慢点 你别揉眼睛 别擦了啊 这还有一盘呢 大姑 差不多得了 还有一盘没切完呢 那你回去找我大姑父 二姨父表姐夫切啊 别渴着欺负我老公 你看看你这孩子 刚抽架就胳膊肘往外拐了 不是咱娘家的贴心小米袄了 这么大热的天 你也不怕我这小米袄 给你捂出废子 还真生气了 那我最佳老公 我不得心疼着点 走走走走 好好好 疼疼疼疼疼你疼 你还好吗 我肩膀算了 那我给你捏捏 我们西装阵的男人呢 一身好强 所有的重要环节 都是我们男人一手完成的 是 不能马后啊 肩膀的 还好 把这个癩都退了 爸 你没事吧 睡 睡 孙孙大姐说 한다 说你真实话 让你尝一口 你尝一口得了呗 你们怎么都欺负我姑爷啊 这小子疤 怎么了 有难同道 好 好辣 你还笑 四妹 你快到浩宇去水龙头那儿冲一下吧 待会儿弄身上了 就不光是辣嘴了 对对对 你还笑你 这儿有水 那能用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还不是故意的 这三人要干吗 你要干吗 我不停 只能可以 那还能够 對 这得不染放ELL 太好了 解冰了 我不能搅拠了 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会的时候呢 宋总也一直不过来 打电话给他也一直不接 可代言人的事情 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拖呀 我合作的形象代言人 最多就是影视流量明星之类的 这个 昨天我和K.O.的负责人已经见过面了 他希望商场能够增加一些国际化的元素 这样方便入住以后进行资源匹配 谢总 你也是茂林的大股东 只要再召集几个股东就决定的事 根本不用对别人为民失从 在这一点上 我是可以帮到谢总大 请世界冠军难度可不小啊 那要是金小姐自己愿意呢 难不成 金西成和秦总也有交情吗 那倒没有 但是他有一个一定会来的理由 金西成 金西成 别跟我说一下 您三年后首次回到户主的心情吗 金小姐 金小姐 记住你们什么人望你们的代言 是不是真的 金小姐您接下来什么安排 金小姐 金小姐 金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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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国内的粉丝这么热情 阿兰 我让你帮我准备的儿童玩具呢 准备好了 我最男孩的 放心吧 金西成 晨晨一定长大了不少 金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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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啊 听说你最近产火锅 包厢已经订好了 等你哦 一旅游回来就愿我吃饭 这好俊大 这什么鬼主意啊 要不是正好赶上放假 我才不过来 来啦 坐 今天呢 本来是想和你单聚的 但正好这些妹妹们都要跟我吃饭 老朋友重逢 新朋友相聚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这下肯定吃醋了吧 承认吧 你心里是有我的 那怎么会介意呢 我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漂亮妹妹吃饭 求之不得 好 你还嘴硬是吧 那就给你再加把火 对了 姐姐 你是做什么的呀 你今年多大 诱元老师 二十七岁吧 二十七 二十八岁啊 俊哥 你怎么有这么大岁数的妹妹 来来来 吃吃吃 诺诺 你可这好好跟我说 你那个电影什么时候上映 年纪就上了 十七 怎么样 我厉害吧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原来你这么幼稚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 居然会这么幼稚 你还笑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现在幸福得有点不太真实 现在真实吗 子龙 我现在真的好幸福 那要不你去我爸的书房睡吧 咱们呀 今天都挺累的 两个人睡一张床 肯定会睡不好 睡不好 那我 吃饱了 我爸 吃饱了 生气啊 你不是说 两个人一起跟我审慕吗 没有 我就是 就在我自己家 咱爸妈 应该睡得走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 真想不到你这么温柔 还会玩机车呀 是啊 你好厉害呀 嗯 姐姐 你能把刚刚说的内部 脸部提了的教程 发给我吗 你这么小 现在学这个太早了吧 姐姐 你看起来 就像二十出头的样子 我想等到我二十八岁的时候 脸能像你一样好看 你能像你一样好看 你能要玩玩戏吗 对呀 你会待的 服务员 买单 姐姐也太帅了 好帅啊 姐姐 我可以去你机车剧都不玩吗 可以啊 我会的兄弟见到你 肯定都疯了 你小心点啊 姐姐 今天这顿饭 谢了 你 姐妹们 咱们不是说好了刺激一下她 让她承认她喜欢我们吗 你们怎么不按剧本来啊 那我们排练有什么意义啊 你欣姐人这么好 你还非要搞这一套 好幼稚 喜欢人家就应该主动低头 你这样做了 会让人家绝对不靠谱的 对呀 你非要跟她对着看 你又干不过 何必呢 那我们先走了 行 拜拜 我们也走了 拜拜 拜拜 喂 帮我订一张夜场滑雪场的票 你管我 你想凉快凉快 就是你 就是你 让你玩 让你冷 让你玩 你就输去给我浪 哎 烦死了 哎 烦死了 哎 烦死了 爸爸妈妈 你们还没有交过我 没有你们我要怎么活下去 我要怎么生起这个家 你们把我一起带走 别让我这么害怕 别去 他们当然不舍得带你一起去 他们很爱你 相信我 未来的某一天 你一定会重新认识幸福的弟弟 不用伤心 我心里面想到你 我一个人 没有使用 这个家人 我最爱的 我就是 好 你 庿 这鲫鱼汤啊 我从凌晨开始熬的 你多喝点 我充下体力 谢谢爸 可不是吗 昨天累坏了吧 还有包子 那你说这个吗 浩宇昨天帮你大姑 剁了那么多辣椒 我关心她还有错了 多辣椒 我关心她还有错了 那你说这个吗 对了 你大姑啊 今早上特意过来 说有东西送你了 当昨天的谢你了 你这样子别动 只要你冷静 我就很冷静 好吧 我们都会好好的 你一个大男人 这么怕一只鸭子 谁怕呀 只是你大姑送了这个 大礼 有点难销售 那要不一会把它炖了 来一个酸菜炖老鸭 你 你说真的 我问一下他 你在干吗 我在和他说话 我问他把他炖了好不好 他说不好 然后我问他 给他起个名字好不好 他说好 浩宇啊 妈 这辣椒酱啊 不用放着再吃 越早吃越新鲜 知道了 妈 这个呢 是我们山里的君子 再会自己老爷子尝一尝 另外呢 这是纯天然的山货呀 很煮 记得多吃一点哦 谢谢爸 爸 妈 都差不多了吧 那差不多了 趁天没黑就早点走 别开夜车 好 斯洛 你先上车 我跟爸妈再聊聊 我跟爸妈再聊聊去 好 快快快快 好 冲阳 爸 我们家还有两个小朋友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你愿意跟我回家吗 爸 这两天没来得及跟您说 斯乐现在已经开始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好日子 爸 我就不能肉麻一回 你看你俩 你爸总说 一个女婿半个儿 他紧张了好几天 终于说出口 你说这干啥呀 真是的 醒了好久 斯乐还在等着呢 路上慢点看 住眼睛 好 那爸 妈 我们先走了 好 路上慢点啊 好 我先回去吧 好 未来的某一天 你一定会重新认识幸福的弟弟 怎么啦 我以前幻想过很多次 如果我爸妈还在的话 每次跟他们分别会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就是现在这种感觉吧 好 浩月 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啊 这是 妈妈给我的 这是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用的 本来我是想着亲自给你设计一枚的 但是我觉得 它更有意义 好像太大了 没关系啊 拿回去改改就行了 好 你的戒指呢 我那个克拉太大了 带着工作不方便 我不管啊 就算你不带着 也要随身携带 让别人知道你是有老公的人 好 那要不 我也先拿这个 好 宋浩月 你看路 你叫什么 宋 快点 老公 别人 老公 不要 决定 孙了 快点 え 好 其实都是我替你们照顾这个家 谢谢晨晨 你真是妈妈的好孩子 是不是 好雨回来了 爷爷 爷爷 苏勒 呛姐都挺好的吧 都挺好的 爸妈让我给您问好 还让我们带了一些土特产 来让您尝尝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干 这外边什么声音啊 这其中有一个土特产 是活的 我带他们看看去啊 这听声音是鸭子吧 完了 我这后院又要遭殃了吧 行了 行了 不早了 赶紧收拾收拾洗澡睡觉吧 好 浩雪 那个 那谁回来了 谁啊 不 也没什么 我前几天啊 看你们两个有点闹别扭 现在看你们好好的 爷爷就放心了 赶快收拾休息吧 好嘞 要一份臭豆腐 还有那个臭螺丝 好嘞 谢谢 好 好啦 怎么会想到带我来吃这个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约会的地方 我不记得了 那次哪能算是约会啊 是 不算 这里只能算是我大半夜过来接你 结果碰到你跟那个谁在这里吃饭的伤心地 那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记仇啊 我都说了那天是 动你的 总之呢 下次你想吃 叫我 我陪你啊 好啊 你下午不要开会了 不吃那么多大蒜 没事吗 我带了口气清新糖 您吃点吧 不能让我自己一个人吃 你很开 注意点 你没看我没 没看 嗯 我 花班时间要到了 还有点时间呀 没想 开会之前跟你再答应我 那 五分钟 五分钟 那够 你怎么在这儿 我申明一下啊 纯属意外 我是没有那种 看合法夫妻相直播的兴趣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这嗓子怎么了 死心 他啊 三亚回来这就滑雪 横跨四十七度 现在还能说出话呢 代表不够多 你可注意点身体 你们俩有正式要聊吧 那个我换班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我先走了 我跟他没有正式要聊 我找个办法让他走 那我换班时间也要到了 走 走了 嫂子拜拜 拜拜 挺顺利啊 是 还挺顺利 连口味都变了 我知道 又是和亲的 给你 给你 嗓子都披成这样了 还不去一杯 没事儿 伸点病 缓缓心火 刺激 本来我想套路一下李星 让他在乎我一点 别人却都说我这样做不靠谱 难怪李星他烦我 我都好几天不敢去找他了 当然觉得你不靠谱 你整天有者好闲的 做什么才靠谱嘛 回来跟我一起管理公司 叔叔阿姨也希望你可以回来 我跟爸妈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准备跟你爸妈赌气到什么时候啊 不是 你要我怎么做啊 我多久没碰公司的事了 你不怕我捅螺子 那你就别离开我的视线 今天晚上刚好有个会 跟我一起去吧 从头来慢慢学 我相信你可以的 我被你撩倒了 滚 一 二 不行 走 再一遍 走 要笑容 上 花 这个好剧 莫名其妙地约我跟一群小妹妹吃饭 之后突然玩消失啊 算了 算了 她不来反悔也挺好 好啦 今天大家跳得特别棒 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吧 赞 想不想吃水果 想 走 晨晨哥哥怎么了 他动作错了好几次呢 我们每天都要跳的舞 干嘛竟然上下左右都不分 对啊 好 好 好 晨晨 晨晨 怎么了 晨晨 晨晨 我干妈她不最近她最熟的舞蹈 都收口好几次 你们是不是又淘气了 你们是不是又淘气了 你怎么也不最近 多换下腰子 算了 你们在幼儿园乖乖乖听话就好 叔叔今天要工作 见话了 拜 来 代言人合同 谁决定了 宋总 是我向公司推荐了晨晨晨小姐 为什么 我们茂林精英模式更加时尚 世界冠军 与我们定位并不符合 可是 晨晨晨 有足够的含金量啊 茂林是她得冠后 接到的第一个形象太人 对于我们起义的形象 那是大有必义的呀 秦总监做事为力奉行 现在做决定 不需要经过我的意见了 是这样 宋总 您的电话整整三天都没有打通 为了抢占季晨晨回国以后的 第一份合同 谢总开启了特事特办 召开了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大家都是为了茂林好嘛 相信宋总一定能理解的 嗯 理解 当然理解 秦总监 辛苦了 但这件事要落地 还需要集团内部的人来对接 宋总 是否有联选呢 要不您亲自跑一趟 如果让记者先拍到铜框 再官宣代言 这样的宣传力度更大呀 对啊 哎 我去吧 宋总 性格比较低调 我正好跟金小姐是顾教 我去合室 那太好了 就这么定了 来 来 您不可以 快要收拾了 把你弄了 我要受估 tas 超约 你回来了 累不累 好 来 给我吧 我给你送完好吃的 我去给你送 爷爷 回来了 快快快 坐下见吧 斯乐已经在厨房忙了两个小时了 煲汤等你呢 本台消息 我国选手金西辰 以十比五战胜传奇球王夺冠 中国女子斯诺克迎来金西辰时代 哇 这又漂亮又是世界冠军 什么样的人生啊 好爷 好他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不是 我该看那个女儿们的恋爱了 那个节目每期我都看 我装就换个衣服 不是 我包的套 这次不难喝 是吧 金西辰以十比五战胜传奇球王夺冠 中国女子斯诺克迎来金西辰时代 金西辰选手于近日抵达国内 并预计在国内进行了 事到如今你为什么又要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我已经不想再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了 不喝就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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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我吃 算了 他没哭 谁说我没有福气啊 谭谭 有进步呀 真的啊 那你都喝了 那你都喝了 好啊 开玩笑的 那么大一锅怎么喝得完 睡一锅的确喝不完 不过我给他喝一碗 爷爷和孩子们都睡了吧 都睡了啊 很安静啊 现在就找你和我 干嘛 蚊子 蚊子 哪儿啊 这儿也有一只 这也有一只 这还有 这也有蚊子 哪蚊子哪有捏脸呢 你是不是故意的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有蚊子 你看那边有蚊子 哪有蚊子 那好暴 你怎么这么幼稚 有蚊子 这些花 这些花